宝宝啊 我们到舅舅家了 以后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啊 妈 妈 妈 你又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哦我是我还好 还好是吗 对 我回来住一段时间 那那进去吧 哎 怎么回事这么吵 来大吵 我女儿回来了 回来了 哎妹回来了 进屋进屋 妹夫呢啊 她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哎呀 老师跟你们说了 你们以后没有妹夫了 妈 你也没有女婿了啊 以后呢 我恢复单身了 我离婚了 离婚了 啊 离婚了 离得好 离婚我们也支持你 你放心 娘家永远是你的避忘感 你想回来住多久就住多久 真的 真的 你放心 我就知道我大嫂呢 还有我哥我妈对我是最好了 所以她离婚了 二话不说 离就离 我就不相信了 我没有我的永生之处 没事 离了婚以后 想在娘家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离婚那个财产分了多少啊 财产啊 啊 没有财产啊 尽身处乎啊 什么意思啊 尽身处乎 哎呀 你傻了 脑袋弄水人嘛 哎呀 还尽身处乎 这么傻的人都有啊 大嫂 你什么意思嘛 你刚刚不是说 就离都好啊 离人面啊 你怎么 又准便啊 我还以为啊 你离婚了能捞到一笔钱啊 毕竟 他家那么有钱最少能分 分一半财产呢啊 你怎么那么傻呢啊 一分 一分钱都不要 你就这样避人避人回来住啊 哎呀算了算了 怎么拿呀又是捞鱼 人家不给 不给我嘛 我从不能去抢嘛 人家人都市中啊 我又闹不够人家 现在 山中水远了 那么远了 你们又过不去 你给我揍嘴啊 现在还没有你说话的份 还有你也是 唠唠实实的呆着啊 说了说了 说什么事 这个人家谁炸主 我说了事 闭嘴 反正我回家 回什么家啊 炸出去的女人 泡出去的水 你还有脸回家 这里是你的家吗啊 这里怎么不是我的家 这里是伤我养我的地方啊 我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 能到你这个外人来做主吗 我外人 你要搞清楚 现在这个家谁当家 谁做主 谁说了算 我老妈还健健康康的在这里吗 你叫我老妈吗 你当家做主 你是哪根虫啊 那你问问你老妈 这个家谁说了算 老妈谁说了算 是你是吧 不要吵啦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对啊 哎哎哎哎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哎呀大哥 你怎么这么怂呀 那么怕老婆啊 你不像我前夫啊 他把我拉得死死的 吼 我才发觉啊 原来你离婚是 你对的啊 离得好啊 跟你这种女人了啊 你死死八死也 也是对的 哎呀 想不到我这个大事 怎么那么恶毒啊 先原来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啊 我没离婚之前啊 我每次回来都拿 把礼物啊 拿钱回来 晒你们哦 那个嘴巴啊 天啊 喊的 像摩罗蜜一样 小妹强 小妹短的 哦 现在就好了 撈出你的狐狸尾巴来啊 对 又怎么样 俗话都说现在 今时不同 网日的啊 如果你现在没有 跟妹夫离婚的话 我 或许还能像大佛一样供着你 你想在家里 大吃大喝 我都会伺候你 现在啊 还进山出户 还带着个孩子回来 你也好想在娘家 白吃白住啊 想到没 什么白吃白住 我吃我哥了 喝我哥了 吃我妈了 吃你了 现在 你也没上班了啊 你妈现在还要靠我养啊 你老 你大哥啊 都是我说了算啊 他敢出生吗 什么你是说了算 你 你 你信誉吗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要再在这里跟他做仇 你恰恰不吵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啊 健全不要他家门 进家门 如果他敢进这个家门的话 我就带个孩子 我离家出场 我跟你离婚 你离得好啊 大哥 这种女人嫌不得 就跟他离婚 不相信啊 那女人啊 亲家来嫁给我哥 像你这个婆妇啊 谁愿意要你啊 哎呀 你啊 走啊 走不走啊 赖在我家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行行行行 行行 少说两句 你没少说两句 哎呀 对啊 吵着两句吧 老婆啊 你看 我妹 你看都进城出户了 已经够可怜了 自己又要带两个小孩 你不给他进屋 要他去哪里啊 像这种可怜之言 必要口哼之字 不可怜啊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可怜 你觉得我现在那么漂亮的 我小孩大一点了 我又出去找一个富二代 那你有本事你出去找啊 那你现在还乱 还回来干什么啊 哎呀 滚啊 干净滚啊 哎呀 你个老太婆 你可不想帮着你你了啊 你该给我管回家 收饭 这里没有你说话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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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着 老妈呢 老妈 你怎么不离我呀 哎呀 哥 回去回去 你会怎么回啊 哎呀 你这个 这个 女人 哥 你要回去吗 你你先别别吵 我好好跟他说说 哎 老婆 真的是 你看 现在 我们这里啊 就是我妹的避风港了 你要他去哪里啊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村的媳妇啊 嫁出去的女人 还有离婚的女人啊 是不能够回娘家住了 一回娘家住 到时候给我们带来不吉利不慎的 我们家才刚刚才一帆风筝 他这么一回来 到时候搞得我们晦气啊 哎呀 你刚刚可不是这样的时候 开始你可是说 哎呀 想救他就救多久 哎呀 你现在这个人 你真是变色隆啊 你也是个女人刚出什么歌 你下来演啊 娶这种女人 哎呀 怎么会演你那么多次的小姑子 难怪人家都说啊 我们丑差是有原因的 都是你这个小姑子挑起来的 哎呀 哎呀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哎呀 我 我 你别出声 我再好好劝一下 一下他 老婆 真的是 你看 我跟他 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叫他去哪里呢 我可不管啊 以后啊 你可是跟我白头鞋了 跟我一起生死到老的人 这个妹他已经嫁出去了 你就不用管他了 我们只过好我们的小家就行了 那些 那些不能让 嫁入去的女人回来那些 都是漏洗衣了 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 行 今天你既然你嘴巴硬了啊 我就给两个选择你 一 就让你的妹回家住 二 我马上跟你离婚 我带着孩子 我回娘家 你自己看着办 哎呀 不要回 有话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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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给我回去 回去 哎哎哎哎哎 搞什么搞 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个家我当家我说主我说了算了 你休闲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 哈 哎呀 你这个 你这个老女啊 哎呀 哥 你开门啊 怎么办嘛 我去哪里吗 哥 我没地方去了 老妹 哥 哎呀 你让我回去嘛 哥 我也想要你回去啊 你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了 我也舍不得你啊 问题是你刚刚都看到了 这个家 还是那个母老虎说了算数 我可不敢跟他对着干 不然的话等人要回娘家了 那可怎么办呢 现在娶个老婆也不容易啊 哎呀 我跟你吃一个马上了 怎么你 就那么怕老婆呢 拿出一点 小小小一点 一点脾气他没有 难怪他骑着你 胳膊上去 哎呀 小小一点 哎呀 这样吧 我这里有点钱 你先拿点这些钱啊 去挣扎 住个房子住 改天啊 我跟老妈一起去看呢 那我长久住 我也不是办法啊 你看我从来 你看我 到时候不能天天要你 要你给钱啊 到时候啊 我老婆气消了 我在好好去念他 晚上啊 我都吹吹那个 那个床边疯 那我怕只有这样了 我先去住上来 蹲下来 这些钱你先拿着啊 你记得可要来看我啊 行行 明天我就带着老妈去啊 嗯 好吧 哎呀 你要脾气 你要改改 你要嫁住我大小 不能让他那么直高次昂的 哎 知道了 真的是 哎 我走了啊 哎呀 可怜的老妈呀 但是 但是也实在没办法 现在娶个老婆 真的是太难了 哎哎 来了老婆 老婆